柳如烟一边和初恋藕断丝连 一边准备和我订婚 其实她不知道 我早就知道她劈腿了 还是她的初恋告诉我的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化妆师给柳如烟化妆 心里尽是满足 眼前的女人不久后就会成为我的妻子 而柳如烟却有些心不在焉 面无表情地翻看着手机 下一瞬 她猛然起身 惊得我和好友陪时半天没反应过来 她一脸的慌乱 仿佛天塌了 不过我的询问 柳如烟冲进更衣室换下礼服 她边穿鞋边说 今天的订婚取消 之后补上 说完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想到双方长辈和宾客都已经到了 我不想也不能让她毁了今天 我追到停车场拦住她 语气里带着恳求 烟烟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把仪式流程走完好不好 话里尽是卑微 我现在有急事 之后再补一事不行了 看我依旧挡在她面前 她面色冷然 突然像变了一个人 态度冰冷 月恒出车祸了 我必须去医院 陪时和我都愣在了原地 月恒回国了 我不知道 陪时也不知道 柳如烟却知道 我不死心 咬了咬牙道 你已经答应了我的求婚 戴上了我给你的戒指 难道到现在 我还是没有她月恒重要吗 她人已经在医院了 你怎么能这么冷血 说完她就上了车 我试图去牵她的手 她却毫不犹豫地摘下手上的戒指 狠狠地一扔 戒指静置掉进了喷泉里 还给你 说完 她启动拧情 车及时而去 我的手被车窗挂蹭掉了一层皮 鞋指不住地往外流 我侧头看了眼戒指掉落的地方 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碎掉了 我亲自设计的戒指 在她心里一文不值 就像我这个人一样 她毫不在意 三年前 柳如烟和我表白 她说既然我们都是单身 那不如再一起试试 我当时心里忐忑又激动 她不知道 其实我喜欢了她好多年 只不过以前的她 心里眼里都是月恒 我以为她终于看到了我的好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 这三年来我对她始终如一 用心疼爱 我也能感受到她对我的变化 从开始的相亲如冰 到之后的依赖行人 我以为我已经把她这座冰山融化了 我以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阻碍了 可到头来 只要有月恒在 我永远排不到第一位 记得刚在一起那年 柳如烟正陪我过生日 刚点燃蜡烛 她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她看了眼电话 起身走向了阳台 出来后她说朋友有急事 她得过去帮忙 我对她向来是百依百顺的 可我当时还是开口挽留了她 她却头也没回得走了 其实我知道给她打电话的人是月恒 因为月恒给我发了微信 她说生日快乐 送你份礼物 不用谢 我看到微信时 心里就有些不安 原来她说的礼物 就是阻止柳如烟陪我过生日 后来我在朋友圈看到月恒发的照片 他们一起去冰岛看了极光 柳如烟站在月恒身边 两个人虽然没有什么亲密的举动 但是惊意外的般配 我甚至在想 自己是不是多余的 那天我的生日愿望是 希望有人能坚定不一的选择我 尽管知道她去见月恒了 我还是自欺欺人 觉得柳如烟既然和我在一起了 早晚都会忘记月恒的 柳如烟回来后 和我坦白了她去见月恒的事 她说那是她年少时期的执念 她只是想对得起自己的青春 她和我保证 她和月恒没有越界 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的事 那时的我 好不容易才和自己暗恋多年的人在一起 又怎么舍得放手 我选择相信她 也许从那一刻开始 我注定要成为她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我和柳如烟 裴时 月恒是大学同学 所以对于柳如烟和月恒的事 我和裴时比谁都清楚 裴时一直反对我和柳如烟在一起 她说柳如烟曾经被月恒拿捏得死死的 万一哪天月恒在国外玩腻了 回过头来找柳如烟怎么办 她说柳如烟要是放不下月恒怎么办 我嘴上说我相信柳如烟 可心里也在打鼓 毕竟我也知道柳如烟曾经为了月恒都做过什么事 大学时 我和裴时是室友 月恒住在我们对面的寝室 我们经常一起打球 打游戏 后来她开始追求柳如烟 月恒家境不好 但是人长得讨喜 脾帅的面孔 是小姑娘们都喜欢的类型 她追求柳如烟的方式大胆直揭 读在柳如烟上课的教室门口表白 在柳如烟寝室楼下大声喊着 她这辈子只爱柳如烟一人 有一次在学校门口 一个罪鬼看到柳如烟便嘴见的撩拨 柳如烟气得骂了罪鬼几句 罪鬼拉着柳如烟的手臂不肯松开 月恒正好路过 捡起地上的板砖就砸向了罪鬼 最后罪鬼进了医院 因为李亏只要求月恒付了医药费 但月恒却在那晚报的美人归 她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那时我对柳如烟还只是有些好感 对于他们在一起 觉得有些可惜 柳如烟这么美好的女孩子 不应该和月恒在一起 因为我知道月恒还和其他戏的女生拉拉扯扯 不知我知道 男生们都知道 我也不确定柳如烟是否了解月恒 但心里还是祝福柳如烟能够幸福 直到有一年中秋 我和陪时吃完饭回学校 正好看到柳如烟一个人从食堂出来 一问才知道本来她和月恒约好一起过节 结果月恒感冒了 吃了药在寝室睡觉呢 她拿起手里的饭 让我帮忙给月恒送过去 看着她满脸担忧和心疼 我的心里无味杂沉 因为我知道月恒不在寝室 她出门前还跑到我们寝室 用陪时的发胶喷了头发 我们一帮人打去她 她说要和小姑娘约会 必须体面点 回了寝室 我去对面找月恒 她室友说月恒和二号女友出去了 看我一脸茫然 她室友笑着和我解释 说柳如烟是月恒的一号女友 二号女友是隔壁音乐学院的戏话 我没把实情告诉柳如烟 到晚我给月恒打电话 告诉她柳如烟托我给她送饭 她不在意的笑了笑 说让我好人做到底 千万别告诉柳如烟她不在寝室 她说自己在运动不方便 就挂断了电话 我从电话那头 听到她不均匀的喘息 以及女生细弱的叫声中 还是听出了端倪 我有些心疼柳如烟 准备提醒她一下 可还没等我开口 音乐学院的戏话 也就是月恒的二号女友 主动找到了柳如烟 两个女生为了月恒 吵得不可开交 最后他们让月恒自己做选择 月恒选择了柳如烟 她说自己就是鬼迷心窍 都怪那个音乐学院的戏话 那就是个狐狸精 使她勾引她 天天给她发各种性感照片 她说自己并不喜欢戏话 她发誓心里只喜欢柳如烟一人 柳如烟性了 甚至有些得意 她觉得自己赢了戏话 可月恒室友和我们吐槽 月恒在寝室亲口说的 选择柳如烟是因为柳如烟家境好 戏话虽然漂亮 但是是外地人 家里还有两个弟弟 柳如烟是独生女 家境优渥 陪氏知道我心里有些喜欢柳如烟 但她劝我这些事不能告诉柳如烟 柳如烟信不信是一回事 万一柳如烟又听了月恒的好话 人家又和好录出 那我里外不是人 她那时热衷给我介绍女朋友 就是为了让我忘掉柳如烟 甚至于把自己的亲妹妹 裴纸介绍给我 我也只把裴纸当成妹妹 毕竟我心里还有柳如烟 我不能耽误人家小姑娘 就这样柳如烟和月恒纠缠了好多年 毕业那年 我和月恒彻底绝交了 因为她和实习公司的女同事 勾搭到了一起 还把女同事的肚子搞大了 她管我们借钱 我很生气 弃她辜负柳如烟 耽误柳如烟 她那时说的话 直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柳如烟躺在床上 就像条死鱼 特别没劲 月恒说完 陪时就发现我的表情不对 想拉住我 可月恒没完没了 又说什么柳如烟 不如她那个同事玩的话 她说她想让柳如烟 穿那种性感一点的睡衣 她都不肯 要不然她也不能和别人 之后的话 她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月恒按在地上 用力的挥拳 最后好几个人拉我 才把我拉开 月恒擦着嘴角的血字 往地上吐了口口水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喜欢柳如烟 我告诉你 就算老子玩腻了 只要我不分手 她就不会和你在一起 陪时说我太冲动 可我只恨当时下手不够狠 后来月恒出国了 柳如烟说月恒 是被她姐姐带走的 她姐姐已经在国外定居了 再后来 不记得过了多久 柳如烟约我吃饭 她说她和月恒分手了 我没问原因 她很憔悴 经常喝酒 喝醉了就会给我打电话 我就去接她 再把她送回家 不厌其烦 陪时说我像小说里的男儿 默默付出 到最后获得一个好人卡 我说她不懂爱情 更不懂爱恋 我和陪时工作走上正轨 开了一家律所 陪时又笑我是不是准备 为了柳如烟单身一辈子 她知道从大学起 追我的人就不少 我都以学业为重拒绝了 工作后亦是如此 有时候是同事 有时候是同事的朋友 还有客户 打听我是否单身 可是我心里还是有柳如烟 所以都拒绝了 一直到柳如烟和我表白 陪时祝福我 说希望我快乐 但她还是不喜欢柳如烟 我总觉得时间能治愈一切 也能让柳如烟彻底忘记月恒 能让她看清楚 谁才是真正爱她的人 我以公司有急事为由 和参加订婚宴的宾客们道歉 取消了订婚仪式 又笑着和大家说 今天就当是亲友聚会 几个发小连忙捧场 带动气氛 陪时暴躁的要给柳如烟打电话 被我制止了 我告诉她现在做什么都没意义了 因为我死心了 柳如烟能在今天为了月恒放弃我 那我和她也就彻底结束了 陪时说我早就该死心了 柳如烟和月恒都是没良心的人 我再次见到柳如烟是两天后 她一脸疲惫回到了我们一起住了三年的房子 看我倒坐在沙发上 她走近我 在我面前蹲下这次 是我不对我们重新选个日期 在定一次婚 说完她想握我的手 这时她才看到我包了纱布的手 怎么弄的 怎么受伤了 语气里尽是关心 可是我听着只觉得可笑 我默然抽出手 只是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她愣了一瞬 一副我在无理取闹的样子 秦云 你什么意思 就因为这么点事 你就要和我分手 她越说越激动 声音也越来越大 试图靠音量大小决定事情对错 她不知道 她这副恼羞成目的样子 我太熟悉了 我也不再压抑自己的怒意 这么点事 那什么是大事 你告诉我 什么才算大事 是不是只有越恒的事 才是大事 这些年我对你的包容忍 让让你觉得我是个傻逼是吗 我说完死死的盯着她 她脸上的表情 由愤怒变成错愕 最后还带着一丝慌张 在一起三年 我从来没有和柳如烟发过脾气 这还是第一次 她捂着嘴 眼里含着泪 满脸的难以接受 而我也没有任何心情去哄她 甚至觉得她这副模样有些可笑 我不想白费口舌 抬眼看着她 一子一句 尽快收拾好你的东西搬出我家 她还是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我点燃一支烟 不再理会她 她闻到烟味止不住的咳嗽 而我看都没看她一眼 因为她对烟味敏感 在一起这三年 我为她戒了烟 她伸手想要夺走我的烟 抽烟对身体不好 她话没说完 被我打断 你是我的谁 你凭什么管我 她两久没在开口 最后轻声道 好 我走 然后进房间收拾她的东西 十多分钟后 她推着行李箱走向门口 秦云 你别后悔 说完 她摔门而去 世界终于清静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 被电话铃声吵醒时 才发现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是柳如烟她妈的电话 她说做了我最爱的鱼汤 让我去喝 我正想找借口拒绝 柳妈却说 如果我没时间去家里 那她就给我送过来 我想是躲不过去了 到柳家时 柳爸柳妈都在 柳妈一脸慈爱 递给我一个刚销好的苹果 一直问我是不是柳如烟 又任性和我吵架了 他们知道 我一直都很包容柳如烟 从不会和柳如烟吵架 就算柳如烟生气发脾气 我也会耐着性子哄她 这次突然取消订婚 而且事后我也没再来看过他们 老人家一眼就看出 我和柳如烟之间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柳如烟被我们惯坏了 她哪做得不好 你和阿姨说 阿姨教训她 我不想在老人面前说出 柳如烟和月恒的事 我想给她留些脸面 都是我不好 是我的原因 在一起三年 柳爸柳妈一直很疼我 记得我喜欢吃什么 像我亲爸亲妈一样关心我 所以不管柳如烟做的事多过分 我都不想喊了老人的心 柳爸拍了拍我的肩膀 缓缓开口 柳如烟不懂事 你不用替她遮掩 我把她也叫回来了 你们好好聊聊 来不及反应 我就听到了开门声 是柳如烟 她回来了 进门后看到我 她眼里的错愕 显而易见 你 你怎么来了 我刚想说话 柳爸的声音响起 秦云是我女婿 我叫她来的 吃饭间 柳如烟的电话响得不停 柳如烟顾顾不上吃饭 也顾不上回她爸妈的话 低着头发微信 最后直接打来了电话 柳如烟接起电话 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 她起身往外走 不用猜 我都知道肯定是月横 柳爸柳妈的脸色 难看了起来 柳爸把筷子拍在桌子上 神色不悦 柳妈和柳爸对视一眼 紧跟在柳如烟身后 也走了出去 我也不好一直坐着 跟着走过去 果然是月横来了 就站在柳如烟家门口 还穿着病号服 看到月横 柳爸柳妈的脸色顿时变了 月横像是没看出 此时剑拔弩张的状况一样 叔叔阿姨 好久不见 二老都冷着一张脸 一言不发 柳如烟看没人李月横 走过来打圆场 爸 妈 话没说完 就被柳妈打断 你让她来干什么 你和秦云闹矛盾 就是因为她 是不是 柳妈瞪了一眼月横 又看向柳如烟 柳如烟没回话 反而看向我 你跟我爸妈说什么 在一起这么久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会不会在别人面前 说她的不是 她不了解吗 还是她从未想过要了解我 尽管已经失望到彻底 可这一刻心里还是有些难过 我不再忍耐 看向柳爸柳妈 叔叔阿姨 我和柳如烟已经彻底分手了 不会订婚了 我先走了 再见 进到车里 我还是能听到他们争吵的声音 不过 和我无关了 这些事我还没告诉我妈 因为她最近身体不好 我担心她受不了刺激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我妈病情加重 进了医院 这一个月 我一直在医院照顾我妈 病痛把本就瘦路的妈妈 折磨得更加憔悴 时间她都处于试睡状态 这天 她精神看起来不错 小云啊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指这一句话 便让我用尽全部力气 才压制住想要流泪的冲动 我笑着说 我最近在健身 看着手 其实更结实了 烟烟呢 我怎么一直没看见她 我妈对柳如烟很好 每年都给她织毛衣 织围巾 害怕自己的审美不好 刻意上网查 现在流行的服装样式 柳如烟最近工作很忙 总是加班 她来看过你 不过你那时候都睡着了 我妈有些惋惜 哎呀 你怎么不叫醒我呢 我好久没见到烟烟了 我再也忍不住 找了个理由跑出病房 我用凉水洗了把脸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知道我妈的病情有些好转 我才有时间去处理一些工作 我和陪时的律师事务所 在业内也算是小有名气 她说律所最近接了一个大单 地产街大佬和原配离婚的案子 在财产分割上出现分歧 这个大佬我听说过 玩得很花 原配离女士手里掌握着 大佬出轨的视频和照片 一旦传播出去 大佬公司一定会受到影响 她要求离婚后得到70%的财产 大佬不同意 但是又忌惮她手里的证据 其实这场官司最好还是私下调解 但是大佬和李女士都不肯退让 现在将在这儿了 本来也没什么 但是我没想到大佬找的律师 竟然是月横 我知道她在国外专攻离婚官司 看来她是想利用这场豪门官司 在律师界站稳脚跟 晚上11点 我和陪时吃完饭准备回家 发现我的手机落在了办公室 转头又开车回了律所 没想到 我的办公室竟然有人 是柳如烟 她没开灯 靠着手机微弱的亮光 在我办公桌上鼓道着什么 我就在她身后静静地看着她 知道月横是被告律师时 陪时就提醒过我 只不过她说的小心月横 而不是柳如烟 我啪的一声暗亮了灯 柳如烟啊的一声 吓得跌坐在地上 她眼神慌乱躲闪 不敢和我对视 我走上前 查看她刚才触碰过的地方 就藏在我办公桌的那盆绿罗里 这盆绿罗还是她送给我的 你在律师办公室安装窃听器 你长脑子了吗 我才发现她竟然这么无知 为了月横 她还真是什么都敢做 我 我不是 秦云 你听我解释 她支支吾吾地看着我 你是为了窃听地产大佬 和她妻子离婚的案子吧 为了月横 我语气冷了下来 柳如烟咬着下唇 这是月横回国后接的第一个案子 她 我只是想帮帮她 我被她的话奇笑了 帮她 就来害我 如果我和我当事人的对话内容被泄露 我怎么办 你知不知道一旦泄露 我可能就再也干不了这行了 我声音越来越大 我从没想过这些年的真心换来的 竟是她的辈子 滚 滚出去 我嗓音有些沙哑 柳如烟错愕地看着我 像是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 她留下一句对不起 就跑了出去 医院那边 我妈的状态不错 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妈一直念叨说想柳如烟了 想见她 我没办法拒绝 只好说一会儿问问柳如烟什么时候有空 我妈这才安心 等我妈睡着后 我在医院走廊镜头 给柳如烟打了分手后的第一通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我直接说明了来意 只是希望她能来看看我妈 让老人安心 可我没想到 柳如烟竟然犹豫了 我能听到电话那头 她在和谁商量着什么 她捂住话筒 我听不清 她再次开口 语气有些为难 我可以去看阿姨 但是你能不能劝劝李女士 财产平分 我没想到这个时候 柳如烟竟然和我做起了交易 而且又是为了月恒 她竟然在我妈生病住院的时候 成人之危 失望 悲伤 无助 所有的情绪像是一团巨大的黑雾 把我紧紧包围 让我无法呼吸 透不过气 见我久久不说话 柳如烟有些不安 我先去医院看阿姨 李女士的事以后再说 挂电话前 我还是听到了月恒的声音 她埋怨柳如烟 怎么这么轻易就答应了 柳如烟还是来了医院 在病房外 她还特意挽住了我的手臂 我下意识想抽出手臂 她轻声道 别让阿姨看出来 我收敛了表情 装作亲密的样子 和她一起走进病房 我妈见到我们 瞬间有了精神 可面容枯瘦 笑起来都显得苍白无力 柳如烟没想到我妈病得这么重 瞬间红了眼眶 我妈拉着柳如烟的手 嘱咐她要好好吃饭 劝她工作不要那么辛苦 还说赚钱的事就交给我 让柳如烟负责花钱就行 她又埋怨我没照顾好柳如烟 让我好好珍惜她 我妈从枕头下摸出了一个方形的红盒子 从里面拿出来一个玉镯 烟烟啊 这个镯子本是打算在你们订婚室给你的 但那天小鱼有工作 委屈你了 阿姨现在给你戴上 我妈说完便把镯子 戴在了柳如烟手腕上 然后将我和柳如烟的手交叠在一起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感觉到柳如烟握着我的手有些颤抖 送柳如烟离开医院的时候 她有些不忍 埋怨我怎么不早些告诉她我妈的情况 之后几天 柳如烟每天都会去医院看我妈 我心里有些动容 毕竟她对我妈的关心不是假的 而且她没再提过 让我去劝说李女士平分财产的事 可我没想到 我会在医院看到月恒 像往常一样 柳如烟来医院看我我妈 我本想告诉她 我会尝试着和李女士沟通一下 离婚分割财产的事 可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看到了月恒 她一副精英模样 西装革履 头发也一丝不苟 看到我的表情越发难看 柳如烟连忙解释说月恒不进病房 就在外面等她 月恒一脸伪善的看着我 秦云 我也是担心阿姨 既然你不放心 我就不进去了 我强压心中的怒火 和柳如烟进了病房 我妈拉着柳如烟的手说话 像以前那样 我妈说我和柳如烟有夫妻相 以后的孩子也会好看 我强忍住要哭的冲动 借口出了病房 推开门就看到月恒 坐在门口的长椅上 我没理她 直接走到外面透气 她却跟了上来 她笑着说想和我聊聊 一脸轻蔑 毫不遮掩 这几年多亏有你替我照顾柳如烟 要是别人我还真不放心 秦云 还记得我当年说的话吗 只要我回来 她就不会选择你 你说你当了这么多年舔狗 到最后还是一无所有 她自自诛心 我一口气闷在心里 感觉再不发泄出来就快闷死了 我想到这是在医院 我强忍着心里的愤怒 看我不说话 她像是故意激怒我 秦云 你知道吗 其实你们订婚前一天 柳如烟就在我的床上 你想看看她那时候 喊我名字的模样吗 说完她还晃了下手里的手机 我再也忍不住 挥起拳头重重地砸在她脸上 顿时她的鼻血流了出来 眼镜也飞了出去 这时 身后响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住手 秦云你给我住手 柳如烟惊呼着跑过来 毫不犹豫地打了我一巴掌 直到她的手掌落下 她才反应过来 不停地和我道歉 这一巴掌 不疼 但很想 仿佛打醒了我 也打碎了我对柳如烟全部的情感 我不再理会她们 准备回病房 抬眼却看到月横嘴角扬起不屑地笑 看向我的眼神里竟是挑衅 我妈的病情逐渐好转 但我不放心别人照顾她 还是公司医院两边跑 李女士离婚的案件也正是关键时期 有时候我忙得吃不上饭 裴时的妹妹裴子正好在公司实习 小姑娘工作认真靠谱 人又机灵乖巧 裴时便提出让裴子去医院照顾我妈 这样我也能轻松一些 裴时去了一趟医院 我和裴时在病房外 看着我妈被裴时哄得比平时多吃了半碗饭 俩人有说有笑 比我这个亲儿子更讨他欢心 他们走后我妈和我夸了他半天 这下我彻底放心把我妈交给裴时了 裴时和裴时是妥妥的富二代 我也不能给他钱感谢他 我说等忙完了我请他们吃饭 裴时说让我亲自下厨 还说我做的红烧肉天下一绝 裴时听到红烧肉眼睛都亮了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兄妹俩口味都一样 李女士的分割财产的案子结了 经过我和裴时的不懈努力 李女士获得了80%的财产 比原定的70%还多了10% 地产大佬当场就和月恒翻了脸 这下月恒想在这个圈里混算是难了 李女士很高兴 还给我们介绍了几个大客户 我和裴时给全绿所员工都发了红包 我妈这边也出院了 她不愿意和我住在一起 还是想住在老房子 之前一直照顾我妈的保姆 也从女儿家回来了 继续照顾我妈 晚上裴时和裴纸来我家吃饭 我在厨房忙活 裴纸给我打下手 我让他去歇着 他不肯 和他聊天总是很开心 他不停地给我讲笑话 裴时像个大爷一样 换上居家服躺在沙发上玩游戏 时不时还得吩咐我和裴纸 给他倒水洗水果 吃饭时 裴时和裴纸边吃边夸 都快把我夸成大厨了 这时电话响了 好几条微信 我点开一看 竟然是月恒 他给这个变态 给我发了许多他和柳如烟的合影 都是在床上拍的 裴时看我神色不对 连忙看了一眼我的手机 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裴时问我是不是还在意柳如烟 这时我才发现 我生气的是月恒这个人的行为 并不是因为里面的人是柳如烟 我好像在一次次失望中 真的对柳如烟死心了 我和裴时要去国外出差 裴时要自费跟着我们一起去 我没意见 本来就欠小姑娘一个人情 我们在国外忙了半个月 又玩了半个月 最开始还是不放心我妈 一天发好几个视频 我妈都开始烦我了 她说自己一场音乐剧没看完 我就发了两段视频打扰她 她直接发视频给裴旨 说她想要一些自由 让裴旨看着我别再打扰她了 我看着老太太和裴旨抱怨我 心里却暖暖的 一个月后我们仨回国 听说柳爸住院了 我和裴时连忙去了医院 才几个月没见 感觉柳爸柳妈苍老了十岁 见到我柳妈的眼泪就止不住的流 原来柳如烟怀孕了 二老没办法只能接受月恒 月恒觉得律师这行赚不到钱 便开始创业做传媒公司 可她眼高手低 又没有什么渠道和人脉 所以哄骗柳如烟 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了她 最后把房子都抵押了 可没想到月恒其实并没创业 都是骗柳如烟的 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沉迷堵 柳如烟的房子和车都被她输了 就连二老之前住的别墅 也被月恒骗着拿去抵押了 柳如烟回家和二老说这些事的时候 月恒追到了家里 她开始还耐着性子哄柳如烟 月恒也不再装了 动手打了柳如烟 柳如烟摔倒流产了 柳爸看到女儿挨打冲上去和月恒理论 月恒当时是疏红了眼 只认钱不认人 把柳爸推倒 柳爸的头撞到了桌角 当场昏迷 现在柳如烟也在这家医院住院 就算不为了柳如烟 我也不能不管柳爸有骂 抵押的房产都拿不回来了 毕竟是当时是自愿的 可月恒动手伤人这是没完 二老曾经听我的建议 把一部分资金存了定期 所以还算有一些存款 我帮他们换了房子 虽然不大 但是环境不错 邻居也都是高知分子 小区安保严格 月恒再想进去闹事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柳爸的身子骨还不错 也出院了 柳如烟那边身体恢复的不错 就是精神状态不太好 就在我准备起诉月恒的时候 月恒出事了 他为了骗钱 竟然假装单身去相亲骗婚 靠着外表骗了几个人后 他又盯上了一个死了老公的富婆 没想到对方也是个骗子 还是个团伙 给他下套 他上当了 却拿不出钱来 双方争执最后打了起来 他失手将对方一个人打成了职务人 他的全部身家都用来赔偿了 而他自己也进去采缝刃机了 恶人自有天收 我和裴时都劝为柳爸柳妈 好歹柳如烟和月恒没领证 要不然还有可能被牵连 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只是柳爸柳妈经常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家里吃饭 我都拒绝了 裴时说柳如烟肯定是后悔了 又想起我的好了 我笑笑不答话 从那之后 裴时每次和我吃饭 裴时都会跟在一旁 只不过不再讲笑话了 而是讲一些新闻 什么出轨的妻子回归家庭 只为骗光丈夫的钱 什么妻子伙同情人 一起杀害了丈夫 并将其藏到冰箱里 什么浪子回头 从来都不是经不换 而是诈骗犯等等 听到我和裴时瑟瑟发抖 毛骨悚然 坐在一旁的裴时突然开口 秦云哥 好马不吃回头草 你要记住啊 一脸的郑重骑士 其实我知道她的意思 小姑娘直白坦荡的喜欢 我一个大男人不是不明白 只是我觉得自己还没做好 重新开始一段感情的准备 而柳如烟这边 开始亲自找我了 每天都会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 给我送午餐 送下午茶 下雨天送雨伞 天热送绿豆汤 我明确的拒绝了她 每次拒绝她后 她都眼泪汪汪的看着我 说自己知道了 然后第二天继续出现在我眼前 而裴子脸上的笑容 越来越少了 早上裴时说裴子病了 今天请假 裴子不在 我身边像是少了什么一样 我妈给我打电话说 裴子昨天去看她 给她买了许多东西 还贴上标签告诉她怎么使用 走的时候说 可能以后没机会再去看她了 裴子上车的时候 我妈还看到她在偷偷抹眼泪 我妈问我裴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听完也担心得不得了 连忙开车去了裴子家 这时候我才后知后觉 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裴子 裴子和我一起 她说裴子在房间里 从昨天开始就不吃不喝 像打坐一样 我瞪她一眼 这时候还开玩笑 看到我的那一刻 裴子满眼诧异 哭红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 伸手掐了掐自己的脸 秦云 是你吗 满屋子酒气 这小姑娘不好好吃饭 倒是喝了不少酒 看到软蒙迷糊的她 我的心软的一塌糊涂 我摸着她的头 柔声开口 是我 她抱住我 再也忍不住挖的放声大哭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我心疼地抱着她哄她 裴她吃了饭 哄她睡着 我才从房间出来 转身就看到裴爸裴妈和裴石 一脸义母笑地看着我 我和裴子在一起了 可是柳如烟还是不死心 依旧回到律所找我 我妈也知道了这些事 知道柳如烟当初 为什么取消了订婚 柳如烟去找我妈 希望我妈能帮她劝我 我妈到底还是不舍得 说柳如烟什么 只能劝她放下 我和裴子的感情很好 只不过有时候 看到柳如烟找我 她会没有安全感 我不想让裴子难过 便主动约了柳如烟 我很直接地 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告诉柳如烟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柳如烟眼里的光瞬间灭了 她想握我的手 被我躲开了 秦云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不想再纠缠 柳如烟 我们彻底结束了 我很爱我的女朋友 我不会做出任何对不起她的事 希望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这话像是刺痛了她 她愣在原地 我偷偷也不回地离开了 只留柳如烟在后面 歇斯底里地哭喊着我的名字 开车回家时 入过一家甜品店 我想起这家店 有裴子最喜欢的蛋糕 下车去买了几份 我甚至能想到 裴子边吃边抱怨又要胖了的样子 不禁笑了出来 我和裴子求婚了 在一个露天酒吧 我请来了双方长辈 还有同事朋友 还让裴时帮我联系了裴子 多年不见的发小 裴子以为是同事聚餐 当我拿出钻戒的时候 她又惊又喜 哭成泪人 最后她还不忘提醒大家 给她拍照要用美颜 太可爱了 我觉得自己是捡到宝了 我妈和裴妈一见如故 俩人都喜欢逛街 也喜欢自己做衣服 几乎天天在一起研究旗袍婚纱 他们想亲手做一件婚纱给裴子 凌晨两点 我接到柳爸柳妈的电话 柳如烟割忘了 我犹豫着还是告诉二老 我有女朋友了 但柳爸柳妈哭着求我去看看柳如烟 我真的不忍心拒绝老人的祈求 我答应了他们 我和裴子说了实情 裴子说他相信我 我刻意去裴家街上裴时 和我一起去了医院 看到我 柳如烟强撑着坐起来 晴云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柳妈被我伸去抹眼泪 晴云 你真的要和别人结婚了吗 你是骗我的 对不对 我有些心累 为什么当初不珍惜 现在又没完没了呢 柳如烟 你好好的吧 以后就别再做伤害自己的事了 你也为你爸妈想想吧 我是真的要结婚了 柳如烟哭着摇头说不可能 他说我那么爱他 怎么会娶别人 裴是忍不了了 不过我的阻拦 吼了出来 柳如烟 你这样还有意思吗 你和晴云在一起的时候不专一 和月恒那个傻逼鬼混在一起 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吗 月恒把你们的亲密照都发给晴云了 你现在哭哭啼啼的干什么 有什么用 你能不能放过他 从大学到现在 他为了你 做过多少蠢事 你不知道吗 你要是有良心就别再打扰他了 柳如烟愣住了 他没想到月恒还做过那么卑鄙的事 我最后劝柳如烟 就算为了父母也得好好的 他们年纪大了 经不起一次次的打击了 离开医院时 天已经亮了 裴时突然发现裴纸的车就跟在我们后面 他让我停车 他要去问问裴纸是不是在我们两个面前扮演侦探呢 我拦住了他 其实我从裴家出发时就看到他跟在我的车后面了 怕他跟丢 我还特意解慢了车速 我理解他 毕竟我是来见前任 反正只要裴纸开心 怎么样都可以 自己喜欢的人 当然自己宠着了 和裴纸恋爱一年时 我们结婚了 他穿着婚纱走向我 那一刻我觉得我拥有了全世界 一事完成 我陪着裴纸去换衣服 裴时说柳如烟来了 我已经好久没听到过这个名字了 不明白他来干什么 前门有认识的朋友帮忙拦着 柳如烟进不来 他是翻墙进来的 满身泥泞 狼狈不堪 裴纸敲声问我 需不需要他回避 我握紧他的手 冲他笑了笑 你是我老婆 你回避什么 柳如烟红着眼眶 愣愣地盯着我和裴纸牵在一起的手 感谢你来参加我和我妻子的婚礼 我微笑开口 带着裴纸离开 不带一丝情感 没有了之前的怨恨 也没有了爱意 向来高傲的柳大小姐 跪坐在地上哭着求我再看她一眼 声音颤抖 语气里净时起求 裴纸有些不忍 想去扶她 我拉住她 示意陪时去扶柳如烟起来 柳如烟抬起手 手里握着的是她当初扔掉的戒指 她神情哀伤 最后说了一句 对不起 秦云 我礼貌回她 都过去了 好好的吧 随即便和裴纸离开了 我从不做藕断四连的事 也不会和前任暧昧纠缠 这是对现任的最基本的尊重 过去终于过去 好好珍惜当下 才是最重要的 还好 我终于遇到了那个 永远都会坚定不移选择我的人